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羽 宽可來小羽的 我是金諾 淫呼的 今天我們繼續來玩這個存檔喔 上一集我們把蒸氣分存那邊弄完了嘛 那我想應該就不用再看到他了 結果老天還是不放過我啊 他還是有問題出現啦 那先說一下這邊會有什麼問題吧 那目前你看到這邊有電線好像他說沒有接 也是因為我剛讀檔回來 他會有一個顯示問題 那我們先看這邊喔 這裡蒸氣溫度有去到200多度C的喔 就是我上一集錄完之後存檔關掉的時候 這邊的熱水器可以把這邊加溫到200多度C 可是當我讀檔回來打開進行遊戲的時候 這熱水區的效率會降下來 他就沒辦法再加到200多 頂多就加到125 然後蒸氣被抽走又被降溫了 所以他會在125這邊排回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那我是覺得本來熱水器這個連閃發電已經是一個bug啦 不算是正常的玩法啦 所以有問題也是正常的啦 嗯然後你第一次蓋的時候他可以幫你把溫度升到很高 可是你經過毒檔回來 他把溫度升高的那個情況就燒失了 就變成說你要耗很大量的電力 才可以把蒸氣加溫到125 所以你目前看喔 這邊200多度C只要我打開遊戲 他就會跌到125 或者是更低喔 已經在跌了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啦 如果你想從熱水區上面來解決的話 你就每一次毒檔都把它拆掉蟲蓋一片 那就沒問題 可是每次毒檔蟲蓋也是很麻煩阿 這個也不符合我這種懶人的設計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繼續來把這邊給蓋完吧 那記得上一集我說這邊是用那個鍛造廠啦 那我們就不要用這個熱水區了 我們用鍛造廠來把裡面蒸氣加溫好了 不然我想說這個我們可以以後再做 結果現在就要提前把它做好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喔 鍛造廠我們把它拉到這邊來產那個熱力 然後我們用原油管線好了 原油管線就在這邊而已 所以等一下把原油管線拉出來拉過來 拉過來這邊 然後就做鍛造廠 那為了方便我們那個設計喔 先把這邊給挖空喔 不然等一下很麻煩喔 來這裡先挖開好了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 它沒辦法加太高阿 嗯 或是我拆掉給你們看一下 反正我們裡面還有水阿 不過欸快蒸發了 我也不太敢進去阿 好了我找人來到了一點點的石油在這邊喔 那這次用石油是因為裡面已經蒸發了 然後為了石油不要跑進去 我們先把底下這個給拆了 到時候拆開這個石油是會先丟下面 不會跑過去這邊 那我們就進去把兩個垃圾器給拆了吧 就看一下這邊挖掘 欸已經挖好了 太快了吧 好 那就補一些磚塊 啊 上去多挖個一層好了 好這裡進去了 有了 來 那裡面把兩個 拆 這裡管線看要不要掃管一下 不掃管的話天然就會跑出來 目前我地圖是沒有跑過任何天然氣出來的 因為我沒有放屁的小人 然後再看 底層這邊也沒有跑天然氣 有 這裡有一些 那這些我到時候挖的時候小心一點 就不會有 嗯把它吃掉現在挖 就不會有天然氣跑出來了 那我還是不要讓它放出來好了 把它給掃管了吧 我們就掃這邊好了 這個管線以後一定會改喔 不會這樣子接啊 接到這麼難看 然後這邊 OK了嗎 哇 原油被壓下去了 這邊水變蒸氣跑過來了 好 這邊拆了 然後 加熱棒 還好外面的溫度夠低溫喔 不然我這邊水蒸發那個其他氣體都跑進去了 來熱水去蓋一下 重新蓋就會再次有作用了 不過每次毒檔都要重新蓋也是很麻煩啦 還是不建議這樣做啊 那我們在這邊 搭個平台 然後等一下把石油管先拉過來 那就用這個喔 小接管 OK 到時候需要一個箱子來把那個原油存放起來嘛 那那個箱子最好就是放在真空的地方 因為到時候加溫的原油會比較高溫 那我們先把這邊處理好 這邊封起來 這個應該 就可以暫時繼續用了 不過等我重開遊戲 它又不行了 所以就把這邊鍛造場的處理好吧 那我就先做一個箱子 那這個水箱是用來存放石油啦 那到時候很高溫嘛 所以用那個 隔熱鑽把它圍住 不過單純圍住 最好還是抽真空啦 我比較想抽真空 好啊 剛好來說一下這個排水法啦 那也有人問為什麼不用那個幫浦 用幫浦抽真空是最方便的沒錯 因為你蓋下去等它抽就好 可是有時候 有些地方並不是說你隨便都可以抽真空的 像是如果我要蓋一個這樣的密封空間 欸 那你幫浦要蓋在哪裡 對不對 你蓋不到幫浦這邊 當然你也可以先蓋幫浦 抽完再進去蓋水箱 也是OK的 不過我會採用倒水法啦 排水法啦 排水法的確是一個蠻不錯的方法在這邊 那像是噴唇 如果你單純只是把它圍住的話 這樣子把它圍住的話 那也是排水法是最好的 最方便的 當然還有一些更少的地方喔 那這個我之後應該會出一段影片來講喔 比如像是這種 這種小小的地方 你蓋不到幫浦吧 那也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把裡面弄成真空 那這個我們以後做影片再講吧 那今天我們先把這邊給弄成真空 那我一樣用排水法 這邊就不用幫浦了 那排水法其實還可以用手動的方式喔 不一定說一定要用那個幫浦喔 那我們先把底層的水給擦掉 那正常遊戲玩到中期 我們挖下去原油區塊之後呢 大概你就會有三種以上的液體了 三種不會排放氣體的液體 所以我們把那個污水除外喔 污水盡量就先不要用喔 因為污水有機會會排放那個 污氧 所以我們會有原油石油這三種液體可以用 那這邊我們用原油石油跟水 這會做到一個很好的排水法了 那石油管線也拉得過來了 等一下就把這邊接進去就可以了 原油剛剛做了那個打水的 所以直接啟用送水就好了 那我們繼續來把這邊蓋好喔 那到時候這邊管線是從這裡拉出來 我們從上面進去下面出來 喔因為先把上面的加溫會比較好 痾...這樣子我這邊也要加一個判定耶 對我還是要先進去一趟 那上面進去的話就是綠口要出來嘛 綠口這邊出來 然後這邊 是回來的 回來的話先去那個 鍛造廠 所以接一個橋接管在這邊 然後拉進鍛造廠 然後鍛造廠再回到這邊 那我們鍛造廠就可以放在這裡 痾...就隨便你放喔 放...放靠牆好了 可以把那條管線隱藏掉 過熱傷害 為什麼 喔 除水箱過熱 我們還要把除水箱改成鋼鐵 那這邊接過來是串這邊 然後這邊出來嘛 出來這個等一下再見 除水箱這邊用鋼鐵會比較好 好 那就接過來這邊 所以就是鍛造牆加溫原油之後 或者是石油啊 就會把石油帶進去這邊 喔石...石油比較好不要原油 石油會加到500多 然後這邊輸出來 換過去 然後送回來 那為什麼要抽真空了 抽了真空之後 你...裡面那個除水箱就不會加溫了 因為你不抽真空就會像剛剛那種 75度C就過熱了 那當然這個鋼鐵可以去到275啊 可是我們石油...石油最高可以去到500多耶 那...為了不要讓這個除水箱過熱 我們就把裡面抽真空 抽真空不會過熱 也不會把溫度往外透 當然如果你玩到後面有那些MB啊 或者是超導材質啊 那就不用管 不過你還是要把它封起來 因為你不想那個溫度往外透嘛 好...原油到了 接下來就是石油了 這邊是要跟那個重量順序去倒 喔...你這樣子 石油倒上去才會在它上面 不然你先倒石油 再倒原油的話 有可能石油在這邊 原油在這邊 喔...一人一格 這樣子就不行了 然後再來是水 水的話應該會醃出來 好...醃到這邊 好...這樣子 這邊就算是排水法的抽真空就完成了 然後完全不需要用到電 然後我們就把這裡給蓋起來 喔...用隔熱磚 那裡面的水怎麼辦呢 先從這邊放一個磚塊 這個位置 欸欸欸欸...你不要封...你不要把它封在裡面啊 好...出來出來...好... 那把這個拆掉... 其實跟這邊很相似啊...就把底下這個拆掉 把原油流出來 然後... 我先把這邊改完 這邊我們先放一個... 液體溫度感應器 那這等一下會用到...等一下再講吧 那你會發現...欸...原油好像沒辦法往外跑是不是 正常啦...因為... 還是會有一點點剩在裡面的 我們拆這一狗 拆這個進去 那因為原油會卡在這邊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真空袋 然後這邊把它擦掉也不會有氣體跑進來 那這個真空就做完了 裡面的水也是因為我放的不多 所以很方便就可以把它擦掉 等小人擦完這邊就可以完成了 OK...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封起來 就記得先封上面這一狗 再蓋下面 不然你會把原油壓上來又跑回這個空間了 那裡面東西要不要打掃看你啊 我覺得還是打掃一下...